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星期购物网站打折 我买了很多小礼物 准备回国的时候送朋友 这些都是要扔的盒子和塑料袋 怪不得这几贴垃圾桶里都是纸盒子和塑料袋 我觉得网上购物好是好 但是这么多包装太浪费了 是啊 可能是因为商家担心东西在路上被弄坏 所以每一件东西都包得非常仔细 不仅外面有盒子 盒子里还包了厚厚的塑料袋 这些包装只用一次就扔了 确实浪费 要是能再利用就好了 纸盒是可以再利用的 要是其他材料也能再利用就可以节约更多的资源了 沙莉 你的房间里怎么有这么多的纸盒子 上个星期 购物网站打折 我买了很多小礼物 准备回国的时候送朋友 这些都是要扔的盒子和塑料袋 怪不得这几贴垃圾桶里都是纸盒子和塑料袋 我觉得网上购物好是好 但是这么多包装太浪费了 是啊 可能是因为商家担心东西在路上被弄坏 所以每一件东西都包得非常仔细 不仅外面有盒子 盒子里还包了厚厚的塑料袋 这些包装只用一次就扔了 确实浪费 要是能再利用就好了 纸盒是可以再利用的 要是其他材料也能再利用 就可以节约更多的资源了 课文二 盒子 盒子 扔 扔东西 扔垃圾 我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 怪不得 下面我们看看怪不得的用法 它用来表示 明白了原因 不再觉得奇怪 前后常有表明原因的语句 例如 下雪了 怪不得那么冷 这句话表示 因为下雪 所以我觉得冷 现在已经12点了 怪不得我肚子饿了 这句话表示 已经中午12点了 所以我饿了 浪费 浪费是一个动词 是节约的反义词 表示使用不当 或者没有节制 比如浪费时间 浪费水 也做形容词 也做形容词 很浪费 太浪费了 弄 弄 是做的意思 在表示和手有关的动作时 如果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动词 大多可以用弄 例如 弄坏 弄点吃的 还可以表示 把事情或问题弄清楚 弄明白 厚 厚 厚的反义词是薄 确实 强调事情或情况真的怎么样 确实 加形容词 或形容词短语 这里的风景 确实很漂亮 这次考试确实很难 A 这里的东西真便宜啊 B 是的 这里的东西确实便宜 利用 是一个动词 使用的意思 比如 合理利用时间 合理利用资源 他特别努力 利用一切时间学习 他利用下班时间 去咖啡厅打工 我们下班时间 去咖啡厅打工 我们下班时间 去咖啡厅打工 我们下班时间 去咖啡厅打工 沙利 你的房间里怎么有这么多的纸盒子 怪不得这几贴垃圾桶里都是纸盒子和塑料袋 我觉得网上购物好是好 但是这么多包装太浪费了 纸盒是可以再利用的 要是其他材料也能再利用 就可以节约更多的资源了 上个星期 购物网站打折 我买了很多小礼物 准备回国的时候送朋友 这些都是要扔的盒子和塑料袋 是啊 可能是因为商家担心东西在路上被弄坏 所以每一件东西都包得非常仔细 不仅外面有盒子 盒子里还包了厚厚的塑料袋 这些包装只用一次就扔了 确实浪费 要是能再利用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上购物虽然有很多优点 但是包装用了一次以后就被扔了 很浪费 我们常常会在垃圾桶里看到扔掉的纸盒子和塑料袋 要是能再利用就能节约很多资源 我们下期再见